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不宜遲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是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邱小姐你好 我想請問三隻股票 2628我沒有貨 找到甚麼位置可以買入 第二車是人保 我在3.6買了 目標位去多少 第三車是6387 海刀戰機 12.8錄入 應該甚麼位置可以買入 先說一隻中國人壽 見到2628 研究27.21 家庭觀眾未有貨 現在升1%都不夠 現在買又算不算遲 說真的中人壽有心又不怕事 還有這一隻我覺得 今年的表現應該會不差 特別是今年的上半年 因為很簡單地說 當然你看本業 授險業務的競爭 仍然都很大 特別是面對著平保 和泰保的競爭之下 其實中人壽的表現 做得真的沒有太大的驚喜 甚至乎這個版塊 即是受險市場來計 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突出的表現 其實比較難 但問題是 如果你只看投資收入方面 我自己覺得 今年的表現 甚至可以說 在第四季度的時間 即是去年 第四季度的時間 應該會不差 因為如果你看回去年 基本上 中人壽 就是在頭三季 其實表現做得比較差 業績幾年人失望 但同一時間 公司其實做了很多籌資的減值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第四季的表現 即是我們說上年到 其實第四季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反彈 如果A股的勢頭仍然持續 這麼理想 我相信今年來計 中人壽的表現 應該會做得相對比較理想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貨 如果你看回中人壽本身 其實近來股價走勢上 似乎都變相挺強 特別是回到之前的時間 突破了二十四元之後 這些位置 即是橫行位置之後 有聲勢都很顯著 當然這段時間也有消息 因為本身說到 我們一些保險公司 就可以經營這個基金的業務 也是因為這個消息之下 有一個比較強勁的表現 但如果你純粹走勢上來看 如果股價有機會 有機會 調整到大概二十六元這些位置 其實就不用想 即是可以考慮 其實你說中線的話 譬如說半年 你說半年來計 見三十元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不難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貨的話 不妨等等 等到二十六個半 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一三三九 人保 家庭觀眾是有貨的 現價來講 在四個二號一 家庭觀眾是三個六已經買了 那這次又要等一等 可以耗住自己 其實你說人保的形勢 當然OK 如果以剛剛那個說法 對於人壽的情況 其實同樣在人保身上 都是一樣的 即是你投資性方面的話 今年我覺得會有個不錯的表現 當然你說看人保本身 也都看看獸險業務 因為本身人保有七成 如果你說業務方面 是財險的 其實獸險方面 佔很小的比重 但是 其實上個星期都講過 阿MAT都記得了 如果你是買內險股的話 如果你是想買獸險的話 我會減中人壽 如果你是財險的話 我會減二三月八 所以你說這一隻 說真的 一週四 如果你有1%有貨的話 我會建議先拿著貨 但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其實我不怕你買 如果你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但你這一轉 因為現在已經創到新高 只要它不跌穿回4.1這個位 就拿著它 當作一個中常性的部署 我想一個小姐 既看好 A股分別走勢 因為它不單買內險股 還買了以下這隻 海通證件 637 看到12.86的時候買了 現價來說 正在做的就是13.24 嘉靈館上鏈部署 會否拿著再還有得上升的空間 拿著先 其實你說看回內地的勸商股 我想你說今年那邊 暫時看的形勢 都一定不會太差 特別就是說 其實你看回這一轉 A股的走勢上 雖然現在比較反覆 但如果你留心看回 成交量是很大的 就是成交量基本上 已經回到之前 一些比較市旺的時間的水平 比如說這幾天的時間 基本上都可以說 都可以去到1800、2000億這些水平 所以作為你說 即是內地的勸商股 其實不止海通 即是中信證券 其實都是可以考慮 如果既然阿育師姐 是有貨的話 我建議先拿著貨 如果純粹以短線來說 14元這個位 應該有機會可以見得回 如果是中長線的話 其實這些位 我覺得不妨可以用中線 截死你的部署 譬如回到14.5 10元這位 我覺得都可以指一可待 好 麻煩有小姐的電話 先說到內險股方面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內險股整個板塊的最新造價 我們看到中仁壽升 一毫子價最新報 27.1元 平安方面 71.15元 升了一個半價 人保方面 4.22元 升了1.3元 升幅超過3% 財險方面 沒有升跌 11.58元 至於新華保險 32.4元 跌了1.5元 聽完小姐的電話 緊接下來就是黃太 黃太你好 黃太你好 早晨 很感謝你要財公司 大家都有贏錢 希望繼續為你帶來好運 今次要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四條三盆股 我四個四買 因為近日房股 不斷爆升 我不股 懶得走去 第二就是751 我四個一買 第三就是75多少錢買 謝謝 好啊 先說三三三三 恆大地產 嘉寧觀眾 在四個四買 現在是4.66元 正在升了 接近4% 嘉寧觀眾 就說不放著 應該問你好不好 對吧 基本上 你說內房股這一轉 的炒風 真是幾次以下 沒錯 特別是你見今天恆大 仍然有個相對比較強的表現 事實上 你看恆大的話 不過短線開始 要有些小心一點 因為你看短線的話 其實恆大 在四個八這個位 它阻力不小 特別是四個八至五元 這個位 如果看圖的話 你會見得到 本身四個八 幾次 我叫曾經幾次 到這個位 突破不了 即使突破到的話 似乎到大概五元 這個位 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嘉寧觀眾 如果黃太太 你本身是短線 我先看四個八這個位 還有內房股 說真的 內房股 有個比較強的表現 這一轉是有點 令大家有意外 當然 因為本身很多內房股 上這個銷售情況 都比較理想 所以這些 還有內地的房價 似乎都可以保持 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所以變相之下 是對它們有些直接的幫助 但如果你留意的話 其實很多的內房股 都開始在這段時間 開始有些雜資 有些配股的行動 當然你說 恆大會不會這樣做 我都不清楚 但問題是 如果純意看圖比上的話 似乎四個八 是一個比較大阻力的位置 所以如果嘉寧 黃太太本身是有貨的 我建議 可以先去四個八 再多短期的目標 黃太太 我想問你 另外兩隻 是否沒有貨 有啊 751我四個一買 是 但是175我幾次買 是 好啊 先說我們沒有貨 吉利方面 就是現在做四個二號二 其實來說 這幾天的交易日 已經是折折上升 沒錯 沒錯 今天更加看到 就是52週高位 四個二號四 嘉寧觀眾沒有貨 現在去買又好不好 是不是升上來 事實上 吉利這幾天的時間 都升得很急 是啊 當然公司上個星期 有一些數據出來 說到 12月份 出口 汽車的量 是一馬千台 整體上 2012年 它的數量 大概是十萬台 左右 這個可以說 對公司來說 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而事實上 我記得公司 曾經去年初的時間 還是目標 都沒有這個數目 好像還未過十萬步 即可外市場方面 所以你可以說公司 在可外方面的發展 其實都做得不差 還有大家都覺得 今年來計 內地的汽車板塊 整體上的表現 應該不會太偏 特別是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似乎去庫存 的情況 都比較理想 所以在這些因素之下 也看到汽車股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之外 吉利也要衝破了一年的高位 事實上 你看圖 這一下 都升得很急 如果在RSI方面 其實都說到60 70這些位 如果現價來計 高追的話 我真的不太建議 因為始終RSI方面 都做了一個比較上超慢的水平 但如果股價有機會 可能有些調整 例如4元以下附近的話 我覺得不妨可以再薄一薄 但都要升上指示位 始終你見到股價 嚴格上 由9月份起步開支 到現在為止 升了不少 9月份的時間 大概2.6 2.5到這位 到現在升了指示位 5成多 所以我會覺得 你先訂到指示位 在3.6這個位置 如果不跌穿指示位 可以不妨持有先 另外黃太 有隻751 創為數碼 現價做4.4 家庭觀眾在4.1的時候買了 現在升1% 其實前一陣子 都有一段時間 在4.1的時間 還行 相信家庭觀眾在那個時候買 但買了 今天來說這兩人的抽升 應該怎樣做 不妨先好好好 因為始終大家都開始 在這段時間 一來 等公司出一些聯運的數據 二來 始終大家都知道 本身現在都是在內地 設計內需 大家都在說 有沒有機會 在未來的時間 都會有些刺激 這個板塊 就是刺激一些 個案 家電下鄉 這些形式的 方案出台 所以對於家電庫 我建議黃太 先插著貨 只要他不跌穿4.5 技術上看 仍然有機會再挑戰 之前的高位 大概是4.8 這個位置的水平 所以我建議黃太 暫時插著貨 不用太過心急著 好,聽完黃太的電話 待會看看 就是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 是 不要緊 我們待會接黃小姐的電話 先看看電郵方面有沒有查詢 電郵方面 有一位叫吳小姐 Helen Ng 現在買的就是 383 中國奧元 她在1.71的時候買了 問現在應該怎麼算 現在來講做1.64 暫時距離 小姐的賣入價 不算是很遠 現在還在升 升超過30% 這隻來講 嘉令觀眾應該怎樣做 這次是升得很急 這次看圖的話 我拉近一點看 這個是三年圖 為何看三年圖 因為1.70多這個位置 應該是三年左右的高位 就是一段頗長的時間 相信 Helen 都拿到一段很長的日子 但是 如果大家拉近一點看 拉近這六個月看 即這半年圖 來的話 她估計是之前 1.30多這位 抽了上來 事實上 內房股的看法 都是比較中性 你又看回這段時間 很多公司也有雜資的行動 而且始終 你說落地留價 的確因為 這一陣內房股的聲勢 最主要是因為受到很多 一些個別的公司 各式的數據 是比較理想有關 但始終由 DW7上來的話 說真的 旅籍升幅其實真的不小 所以短期內 再爆升的機會 真的不大 尤其是這些比較 二三線的內房股 所以我建議 Helen 你可以有兩手準備 第一 可能這位先估一半貨 有機會回家鄉 甚至有利用在手 到時再公民一半都未遲 另外就是說 你不妨現在都先估一半 如果不是股價的機會 調整的話 再估一半 那規宣的範圍 就不會有擴大 好 麻煩Helen的電郵方面的查詢 然後轉聽電話方面的問題 第二方面有蕭小姐 蕭小姐你好 蕭小姐你好 是明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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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兩隻你有貨 好啊 中人壽 27.1 現價正在做 想知道標價 可能觀眾經驗有貨 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這隻快搭 因為剛剛都說過 這隻呢 如果今年來計 在上半年 如果A股保持住一個比較好的石頭的話 應該重上三十元是不出奇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建議 如果中人石頭有貨的話 暫時你先保持住它 先看三十元這個位置 好啊 另外一隻呢 高等級觀眾有貨價 1313萬水泥 現價正在5.33元 同樣都是想問目標價 其實就算順帶問一問 Stanley的水泥股方面 雖然就說 接下來可能有不同的成真法 這些基建 可能會帶動到水泥整個板塊 但是始終都是 產能過剩的板塊 應該是怎樣看呢 其實是 成真法對我來講 都仍然是一個概念 如果以一些數據上去看的話 成真法會上升一個成分法率 會上升一個百分點的話 基本上對水泥的需求量 是增加六千萬噸 其實量都真的不是大 反而你說 今年的主體 似乎仍然是圍繞產能過剩 以及一些議價 以及可能有些拼購會發生 其實這段時間 都有些比較多的拼購出現 而對於華雲水泥來計 似乎到這個位置 說真的 似乎短期裏面 再上升的機會 真的動力都未必太大 而且始終 在五角五毫半這個位置 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建議 蕭小小姐 如果這本身是有貨的話 先看著五角五毫半這個位置 但我也建議 因為始終這個板塊 我看法比較是中性 暫停建議 先設止止止止位置 在五角這個位置 跌穿了的話 就下一個止止止 另外家庭觀眾 想問一隻 中國藍車 1766 是相關基建方面的股份 現價做7.08 跌1%都不夠 應該怎樣看這隻呢 家庭觀眾未有貨 買不買好 基建就不怕 因為基建本身 今年來算是一個國家 比較重點發展的板塊的範疇 所以藍車很小 其實都是不差 雖然嚴格上來算 今天有些調整 但似乎在十天線附近 即是大概六角九 這個位置 支持力度上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建議 蕭小姐本身 如果未有貨的話 先是大概六角九流下 可以考慮吸納 上面的話 如果你是中線部署的話 要挑戰大概七角半 甚至七角八萬 這個位置 我想是OK的 所以建議蕭小姐 即是六角九流附近 可以考慮吸納 增添指示位 是大約六角四 這個位置的水平 上網空間 先看大約七角八萬 水平的位置 好 這一節的問題環節的時間 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 踴躍的支持 也謝謝Stanley 幫我們解答這麼多問題 和你做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換來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跟進大致方面走勢 先休息一會 待會見